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 集结了第四十九 第七十 第七十二 第七十四军约十一个市的兵力参加作战 1941年3月15日 北陆日军第三十三市团由安逸向凤星 上高方向进犯 国军第七十军在凤星城东西设防 凭借老河两侧高地抵抗 在日军飞机和炮兵的猛烈轰击下 被迫撤手凤星 日军攻陷凤星后 强渡井江续向上高进击 南陆日军第二十混乘羽团 由干江北岸发起攻击 于夜间两次强渡井江 随由独城以北地区沿井江南岸西范 受到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第107师和第七十四军第51师的阻击重创 三月十六日 中路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严谨江北岸向高安方向进犯 企图携通北 南两路击破守军第七十军 再以三路围攻第七十四军 第七十军第107师在日军强烈攻势面前丢成弃地 仓皇突围 三月十八日 第三十四师团侵占高安又西井龙团围 第三十三师团静置上赴 若竹澳附近 三月十九日 遭到第七十军一步伏击 京苦战突围撤之凤星 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突破第七十军右翼部队阵地后 向西突进 在唐浦 四溪之线受到第七十四军的阻击 日军第二十混乘旅团由徽部附近北渡景江与第三十四师团会合 三月二十一日 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英勇抗击日军的进攻 固守上高外围阵地 第四十九军与第七十四军之第五十一师将日军第二十混乘旅团击退至景江以北 岁渡江向北 协同江北第七十军主力攻击日军第三十四师测备 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 日军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 向上高以东第七十四军阵地发动猛攻 国军奋勇抗击 主阵地失而复得三次 为实施两翼对日军包围争取了时间 国军第七十军 第七十二军和第四十九军适时赶到主战场 由南北两面包围日军形成了南北五公里 东西十五公里的包围圈 在此情况下 日军第三十四师团长大和帽中将 一面向汉口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集点求援 一面命令所不突围撤退 第十一军司令部集令第三十三师团食援解围 并同第二十混乘旅团掩护第三十四师团撤退 三月二十五日退至凤兴之北路日军第三十三师团 一步向关桥街 唐浦极尽 被围第三十四师团异向东方向突围 两路日军得以会合 三月二十六日夜 第七十四军攻克四溪 并协同第七十二军等部将日军压迫于关桥街 南查罗一带 三月二十七日日军向凤兴 南昌方面突围 狼狈溃逃 第四十九军 第七十军分两路对日军实施侧后追击予以重创 三月二十八日 国军主力进攻关桥街 与日军激战之下午 将日守军六百余人全部歼灭 并逼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少将指挥官严勇 收复关桥街 三月三十一日克服高安 截断了日军东逃归路 四月一日 日军以十五架飞机掩护突围 向斜桥方面逃窜 国军乘胜追击 收复了沿途城镇 四月二日 国军克服紫西山 万寿宫 凤兴等地 四月八日和九日 又可安逸外围的长部 宋部 平州 攻坚各要点 日军受到重大伤亡后 撤回援助地 双方恢复战前态势 会战结束 此一中华民国方面 宣称日军共投入兵力 六点五万余人 国民革命军则投入十一个师 十万兵力 国军宣称让日军伤亡一万五千七百九十二人 日军宣称造成国军损失死伤一万七千一百一十九人 失踪两千八百一十四人 缴获装备有山炮六门 破击炮一门 二十四挺轻击枪 制弹筒二十四具 四百零八把步枪 各式弹药十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七发 而日军对于几方损失 已未存任何战报 日本战后著作则称日军伤亡约五千五百人 由于国军投入的七十军有补充师 保安纵队等一飞满边单位 中方十一个师的十万兵力也只是账面编装 日方概算总投入约为七万人 姑且不论中方投入兵力和伤亡 可以确信的是中国方面声唱的日军规模被严重高估 所谓六点五万人是以全师满边二点五万人的甲种师团计算 但在国防部使政编译局出版的抗日战士从书中 前线对日军实际估计是四点一万人 三十三师一万三千人 三十四师两万人 混成第二师履八千人 日军战后编转战士则承认上高会战投入的两个正规师 接有一个步兵连队为参战 且参战部队是战争后才扩编的三团制特赦师团 用四团制规格在评估敌军实际上是错误前提 加上兵力主体为四个营增配一个工兵团的混成第二师履 日军总兵力即便算上增编部队 无论如何高估皆不会超过六个团 因此日本方面认为本次会战仅投入两万人 按照编装来看至多不会超过2.5万人 1.5万人的伤亡显然为灌水数据 虽说战爆灌水 但这不代表国军在此役徒劳务功 日军山炮蜀联队团级编制武装 一连队四门 缴获六门代表至少有两个步兵团遭击溃 对会战最多是六个步兵团的日军来说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单位受创严重 这在大部分日军作战中并不多见 此一后日军十一军军长袁布和伊朗 在同年四月大任军事参议官 六月转运备役 相较于同样任十一军长的前后任 刚存宁次与阿南为几日后的官运亨通 显然他必然犯下剥挟大错才会让他试图受挫 而他的调任很明显与会战结果有关 间接证明了上高会战国军表现应成功打击日军 上高会战的胜利 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一环 也铭记了无数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精神 让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致敬那些为国家和人民英勇抗战的英雄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哦 历史因你而精彩